另外一個受害者講說 他還在車上對他強行進路 然後他還講說 只要沒射就不算了 更可惡的是他還問說 他是不是很大 你有看過我這麼大的嗎 現在已經兩個人真的很大大了 我的很大 你又忍一聲 弄弄尺寸驚人 沒射就不算 受害者20人最小15歲 就自從我PO文之後 我就開始收到 超級超級多的受害者 所有人的來信 然後還有收到了兩三個 是直接侵入式的 包含拖到市民大道的 殘障廁所裡面 無套中出 直播主小洪老師 爆料曾被職棒球員的經紀人 省情未遂 沒想到球主NONO時 對方竟然把手伸進內褲 甚至揉胸 他跟我講說 那個經紀人也不看看 自己的地位 我都還沒吃到你 他怎麼可以讓他先吃啊 在車上就錯過來 就強溫我 所以我的頭還是撞到窗戶的地方 然後他之後還跟我說 那你喜不喜歡 之後的每一天 他還是不斷打給我 我那時候在上藝能課 就當我電話沒有響之後 結果居然隔壁的 女同學電話響了 我看他上面就是顯示 NO哥 所以他同時 對很多人是同時進行的 然後看誰中誰來 他所有都會找新人下手 為什麼他不去找隨便一個線上很紅的人 因為他不敢 他知道我們不會講話 21號小紅老師在記者會上說 目前收到最早的指控是在2003年 最小受害者年僅15歲 並爆料NONO有練腳的癖好 就連直播開始前五分鐘 都陸續收到受害者的爆料資訊 大概七八年前 我跟他因為臉書跟微信認識 一直覺得他是很親切的大哥哥 某天下班時間回來 他來說要接我 順便送我回內湖 當時他開的是X5 我一上車 他就把手伸進來我的大腿上 一直摸來摸去 然後說他很愛絲襪 開到市民大道地下停車場 把我拉進去身上廁所 就在裡面進行了一切 無套中出 他的手毛很長 他的腿毛也很長 他的那邊非常大 所以我記得我非常痛 對了 那時候他女兒剛出生 我覺得我自己很對不起 他老婆跟他女兒 事情是在2015年 另外一個受害者講說 他還在車上對他強行進路 然後他還講說 只要沒色就不算了 更可惡的是他還問說 他是不是很大 你有看過我這麼大的嗎 現在已經兩個人真的很大了 請問總共有幾個受害者 加一加大概有十幾塊二十個受害者 陳先生的一句沒有印象 又再一次刺中每一個 活在他平轉陰影的女生 一個忘記 兩個忘記 我就不相信 三個 四個 五個 十個 他還是忘記 那就是一句道歉都沒有對不對 完全沒有 我覺得他今天當了一個為人的 好形象的好老公 好爸爸 他應該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麼 重點他還生女兒的時候 他還性侵別人 如果他今天他的女兒 也被別人這樣無套衝出呢 因為他的老婆 在第一個Amber的世界發生 他就有跳出來說 那時候我們都還沒有交往 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可是其實他們已經交往很久了 那如果居想這件事 你會覺得他也是加害者之一嗎 如果他知道他就是加害者 可是如果他不知道 他可能也是受害者 因為他一直被他的另外一半欺騙嘛 我的很大 你要忍一下 還有誰 我看看 你一直跟 Bart